嗨小朋友,大家好,又到了王老师讲故事的时间 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关于小朋友很生气的故事 菲菲生气了 你们看,菲菲皱起了眉头,瞪大了眼睛,扁着嘴巴 嗯,表示他很生气,为什么呀 这一天,菲菲和姐姐在家里玩玩具 菲菲正在跟最喜欢的玩具大猩猩玩 姐姐走过来说,啊,该轮到我玩了 可是菲菲还没有玩够,不给,不给 哎,姐姐说,轮到我啦 姐姐大力的拉扯,硬把玩具抢走了 哎呀,你们看,菲菲摔倒了 她大声的说,no,这是我的玩具 可是呀,玩具还是被姐姐给抢走了 啊,菲菲生气了 她瞪大了眼睛,皱着眉头,松着鼻子,扁着嘴巴 啊,她大声的叫着,我生气了 哦,这个时候没有人发现,菲菲为什么生气了 她使劲的跺脚,她想把所有的东西都砸了 我生气了 啊,她像一个火山一样,把所有的怒气都爆发了出来 可是,她还是没办法舒缓心里很生气的感觉 她觉得自己就像一个火山 马上就要喷发了 她夺门而出,离开了家 她跑啊,跑啊,一直跑,一直跑 直到自己跑,直到自己跑不动了 她来到森林里 看到了植物,大树,还有听到了小鸟的叫声 一棵很高很高的大树吸引了她 她站在树下,望上去 忽然,她开始攀爬 她爬到这个大树上 坐在枝干边 哦,天很蓝 海很辽阔 这个时候,菲菲觉得自己的心里舒服多了 好像也没有那么生气了 她走回家 一边走,一边跟小鸟哼着歌 心情也慢慢变好了 当她回到家里 她说,嗨,我回来了 爸爸,妈妈说 哦,宝贝,你去哪儿了? 嗯,我去散了个步 姐姐说,嘿,菲菲,快点儿,我们一起玩儿吧 哦,他们又和好了 菲菲,仿佛已经忘记刚才自己真的很生气 小朋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生气的时候,自己可以找个地方 敬一敬,嗯,你也可以告诉朋友 家长 我现在很生气 我想一个人 敬一下 亲爱的爸爸妈妈们 如果你的宝宝生气的时候 我们不用非常紧张地去问他 你怎么了 或许我们该给一点空间和时间 让他们自己静一下 等他们平复了自己的情绪之后 我们再跟他们谈 说不定可以聊得很愉快呢 好了,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观看 我们CER